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分享一下如何篩選海外期貨他的熱門月的交易 順便 順便那個分享一下他 標題物格局的變化 一樣我們去海外期貨 這是我們手機這邊 先回到首頁 海外期貨點進去 芝加哥商品期貨交易所 你看你要做什麼標的 這邊都有他那個 交易期貨的那個 每個月月份的 交易變化 那比如說我們看白銀 白銀點進來以後 怎麼看 我們把 把那個表格拉過來 就看到 2305的交易量 這邊 他目前單量是最高的那就是 就是說這一檔是這兩三個月 比較熱門的月份 那我們就點進去 然後把它新增自選 這樣我們就可以去我們自選群組裡面去看 白銀 他教育格局的變化 那一樣 不管分析的哪一檔標的 奧利給的建議就是說 我們先從大格局去看到他的小格局 比如說 從日看到 到 60K 就大概這樣看 一樣先把圖結起來 我們在大格局看到他的低點是1895 高點是2408 上去下來 想做多的觀察這裡 想做空的 觀察這裡 一樣把交易計劃寫好 那我們得到幾個價格 第一點觀察1895 高點觀察24 80 那盤整坡幅的業務行為 大概有多少點 就是2480去減1895 480大概500 600 我們抓600好了 他有600點的整理坡在這邊 那整條噴出 下一關可能觀察3080 那跌坡失敗棄手 可能就觀察12 95 大概去做他這樣大格局的交易規劃 規劃跟觀察什麼 觀察他在我們的多方打擊區 有沒有這樣 VV W橫盤的業務行為 主力有吃韭菜跟著吃跟著吃跟著吃 都應該可以吃在這個價格 然後賭什麼 賭他到空方打擊區 主力在這邊 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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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堆 那你想做多的 這邊就建議不要碰 因為這大格局的邊界區 那一樣 日線的格局看不透 我們就在 往下一個格局去看 比如說我要做空 還是做多 都一樣 就在 日線的格局去看 第一點觀察2269 高點觀察2405 上去下來 有沒有 一樣是得到剛剛講的那幾個價格 他盤整坡幅的業務行為大概有140塊 我們抓140點好了 整理震盪坡 那這邊整理好 噴出 下一關可以觀察 25 40左右的價格 那萬一跌破棄手頭要去觀察 2120 或是2130 觀察什麼 當他來到多方打擊區 主力有吃 我們就跟著吃跟著吃 當他去到空方打擊區 主力有賣 韭菜跟著賣 跟著賣 跟著賣 這樣去觀察 那60K喔 他這個大概是 我們看喔 大概是兩個禮拜的交易日 大概十幾個交易日 他會發生140點 整理震盪的業務行為 那這樣等於如果等太久的話 一樣 我們還是切到 在更小的刻度跟格局去看喔 看他的交易變化 像這樣 你看 1分K喔 這奧利吉常在說的喔 海外期貨是個交易 23個小時的商品 每天都有多空輪替的階段 你多空選一邊 看要怎麼打 一樣在1分K喔 去看他 今天交易格局的變化 低點觀察2407 高點觀察2421 橫盤坡 大概有13點 13點的整理波跟震盪波 那這邊整理好有噴出喔 下一關可能就觀察 觀察2 4 3 4 4 跌破的話可能就觀察2 9 0 4 大概這樣去看 看什麼 看他價格有沒有 像左邊這邊有 有 主力買賣給我們看 我們這位韭菜就 交易看看 做多的觀察這個 這個橫盤格局的優行 做空的 觀察這裡的橫盤格局的優行 那你空單沒有建在上面的喔 下面這邊的建議不要碰 因為他來到多方打擊區 只要等下一個橫盤成功 就容易怎樣 容易又打回 起碟點 那以上就是 白因喔 他 從大格局 看到小格局 我們要去寫的教育計劃 你在大格局邊界區 你想打多單打空單 其實都可以 因為他打得順的話 有可能一個等幅測去上去嘛 那我們要做當中喔 就是 在今天的盤 目前 目前這個即時盤 去做我們交易計劃 做對了你就賭看看 做錯了 就到下一個 一個格局 再去做交易 就可以了 那以上就是白因 他 從 日月 K 日月 60 1分K 他目前 你可以看到交易格局的變化 簡單分享到這邊 那就是我們看下一檔 標的 高級桶一樣喔 大的格局 我們先去看 啊那個 我先帶 帶大家看一下他近期交易格局的變化 這樣大家在面對交易會比較有個底 比如說目前看來60K好像到了多方打擊區嘛 那一樣喔 你低點喔 沒有建倉 在這邊的喔 這邊就建議不要碰 這邊做多 做空 我們要觀察的業務行為 然後高點觀察41300 低點觀察40400 盤整坡幅的業務行為大概是1200點 那麼整理好有噴出發生在這大概 10個交易日 5到10個交易日裡面的業務行為 那麼整理好有噴出下一關可能就是42500 42500 那整理失敗在棄手了 沒有錯就打回39000 大概39200 這樣去做他大格局的交易計劃 這樣去做他大格局的交易計劃 那大格局的格局我們看到了 比如說我想做多 你就把這四個價格放在旁邊 那麼一樣喔 一樣我們去EK 看他 今天喔 他盤整破斧的業務行為 再去做 交易計劃 一樣是把圖截起來 然後地點觀察什麼 4052 跟40680左右的價格 上去下來 他這個應該5.1個TIC 所以他是跳整數的 沒關係我們就抓到整數去看 那麼680-550 攀盤幅的業務行為大概是130點 他這是 5.1個TIC 那他有大概 130點的整理坡啦 那整理好有噴出 就會 下一關可能就可以觀察到多少 78 大概40800 40800左右的價格 那整理失敗器什麼就觀察 40400 左右的價格 觀察什麼 來這邊剛好有點位有到 這邊剛好有賣 觀察什麼你要做多的 觀察他在這裡的橫盤 波幅的優行為 你就 就加2 然後讓這個大概減 大概是5到10個TIC 去做我們的交易計劃 那麼你要做空的 一樣觀察 他在這裡橫盤的優行為 你看這樣對過來 剛好是我們說的 這個格局的盤整區 就是我們做空想上班的地方 觀察什麼有沒有像這樣 上去下來 H&M 有的話我們就在這邊賣看看 那以上就是 高級銅 他交易格局的變化 那今天的原物料 就大概簡單分享到這邊 如果說 有想要再更 了解其他標的 歡迎在影片下面留言 阿里給我看到 就會 幫你們 做成影片 供大家參考 那今天就簡單分享到這邊 謝謝各位 來吧